資料要把它寫到資料 新增到資料 那基本流程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新增一筆資料 假設說這筆資料是700萬 然後他的利率 1.5 然後20年 開始計算會新增一筆 那我這邊有改了 因為那個格式剛剛是到 百分比的整數沒有到小數點 所以他顯示不出來 那這筆資料如果說我今天這筆資料 已經新增到這邊了 那我要把這筆資料怎麼樣 新增到資料庫的話 這個基本流程該怎麼做 但第一個 我新增的話按下新增他要能夠怎麼樣呢 有一個 資料庫 讓我可以放這筆資料 這個資料庫基本上面結構一定會有個 比如說叫房貸的一個資料庫 然後一個房貸資料表裡面有 五個欄位 所以我按下新增資料表 他可以幫我把這筆資料 放到裡面去存起來 並且跳出一個訊息 告訴我說已經儲存成功 我試試看 因為我剛 OK按下一個 新增到資料庫了 那這筆資料呢 應該 我們來看一下 這筆資料 我是把它放在我的這個資料 我的 應該是哪個 應該是桌面上這個路徑 好 那我要講過就是說我通常會放在旁邊 也就是說他新增之後的話會有房貸資料庫 裡面的話應該會有700萬 好 那利率的話 我是一點這個那利率我修改一下右鍵設計一下 那利率應該這個地方要 要是 整數的 那格式部分因為秀出來 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利率 OK把它改一下 應該是格式的關係 然後把關閉 儲存 打開 OK 基本上這樣秀出來就會有沒有 700 這一筆 其實就是我剛剛 在哪裡呢 在 Excel 裡面輸入的這一筆 就會 被寫入到資料庫裡面 那可以寫入之後這樣就可以查出來 有沒有查詢就是上個禮拜的 課程裡面講的 可以新增進去也可以查得出來 那其實就可以變成雙向的 雙向的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怎麼樣可以 就是把資料呢 寫入過去 第一個 你這邊 有資料 然後 按新增資料 新增到資料庫 裡面 那我們逐一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呢 我需要建立一個什麼 建立一個資料庫 資料庫呢 要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 這一個 我們的那個 範例的什麼 旁邊 基本上 一樣的位置會比較簡單 因為我可以找得到它 那將來 你如果是放在